融客是比較生不出想要融 你可以去動染 我最近在很認真地研究這件事情 因為我明年我要做這件事情 他只是虛擬心愛 虛擬心愛 他沒有妹 你有病欸你 就說是虛擬是假的 你們一二三月有一個共同的那個 律望SR 你們覺得就是另外一半 如果使用這個儀器的話 你們覺得他們就是出口 我不覺得欸 不是跟看一片一樣嗎 我是覺得如果另外一半用 我也要用 你看一片我也要看一片 沒錯 而且你看漂亮的女生 我就看超... 對 大兄姊的男生 所以你喜歡大兄姊的男生 沒有了只是一個比喻 我喜歡長的有味道的男生 然後有才華的男生 欸你真的很會自己Q自己 講這一些 就跟你講誰跟我自己婚 誰就會賺到 因為很多算命老師 旺夫 那你要生幾個啊 你說我以後要生小孩嗎 可是我們上次去那個算命 那個老師說 算命只是算命啦 不準啦 上次那個算命老師說 我有可能 有可能 會是比較生不出小孩的自己 喔有有我記得 他說你比較難受孕 其實我回去有一點根根與無關 不過我後來想說 好我就跟我男朋友說 我跟你說我今天去送一個宣傳的節目 然後老師跟我說有可能會就是比較難受孕 那你我先跟你說一下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好可愛 然後他就說 他說 如果你就是 如果你可能沒有辦法生小孩 他說也沒關係 這樣子我們兩個人還可以去更多地方玩也比較省錢 你可以去動染 我最近在很認真地研究這件事情 因為我明年我要做這件事情 應該抓一二月吧 剛好過年的那個時候 可以休息 那你這工作要多少錢 看看可不可以就是幫你彈個公關家 因為我以前其實對動染這個東西 還蠻就是覺得 動染是不是都是嫁不出去的女生 或者是年紀慢慢偏大的女生才要做這個事情 但是後來我真的是 發現他其實就真的跟買保險很像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 好像很多女生在這個時期的身體 其實都不是最健康的 你看你們大家半夜不睡覺的人 然後還有壓力大的 其實後來去檢查才知道也有多男性卵巢 因為多男性卵巢不容易被發現 就是你身體每個月會有月經 我就給大家上課 月經會來就是因為你會有一顆卵子 正常健康的卵子排出來 但是他在完成健康的卵子之前 他是個軟泡 多男性卵巢就是你的軟泡不夠 不夠發育到完整 所以他排不出那顆卵子出來 因為沒有排卵這個過程 你的身體就會不知道說 喔原來我現在正在排卵 我需要荷爾蒙 你的女性荷爾蒙就會降低 但是我的多男性卵巢是很多年前 可能拍戲的時候開始了 可是這個要怎麼改善 很難 因為現在他沒有藥可以治癒 他只能改善 他就會告訴你說 不要有壓力啊 要早睡啊 要健康啊 可是喔這是 我給妳知道啊 不要有壓力 請問我要怎麼沒有壓力 每天爺 我給你 沒有 they cuz